好 下面我们来看28课的第二段 先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它说 绝不仅仅是那些无知的 并且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才迷信药瓶子 这个nor放在聚首 后面一定要不分道庄 这是把B动词放在主意 这个it前面去了 至于这个nor为什么翻译成 绝不而不是也不 咱们一会会解释 反正它放在聚首道庄 这是从语法来说是肯定的 ignorant是无知的 eoeducated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那么后面互引导是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的person 才迷信药瓶子 fate后面借词还是跟in搭配 那么我们第一个先看看 eoeducated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大家注意这个educated是被教育的 前面的eo在这明显发挥了一个负词的作用 咱们在上一段看到那个 littleappreciated 那个little也发挥负词作用 little当负词来用的是相当于hardly 几乎不 所以littleappreciated 就几乎不被感激的 就不讨好的 这个eo当负词来用的相当于badly 就很糟糕的很差劲的 那么eoeducated就是badly educated 就是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 这个eo做复合词经常发挥这个作用 表示不好地 咱们举一反三多看几个 eoeducated 叫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这个eo相当于badly 对不对 eobread 叫做没有教养的 服育养育培育 叫breed b-r-e-e-d 过去分词叫bread 这个eo还是不好地 badly 再比如说eoadvised 叫不明智的 很不明智的 就是没有被给予良好的建议的 做出很不明智的决定 这个eo也相当于badly 它就是一个过去分词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看整个句子前面那个nor 这也得作业一下 这个nor的用法 咱们见过一个重要用法 就是引导病类的否定句 它的前面出现一个否定句 由nor引导第二个 翻译成也不怎么怎么样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用法 这是比较书面语的一个用法 咱们先回顾一下在第二课里面 再看一遍 十一页的第七行 十一页第七行 它说spiders are not insects as many people think 蜘蛛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昆虫 这是否定句 nor even nearly related to them 甚至跟它们 就是跟昆虫 都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这nor引导病类的否定句 也不 后面省得了nor are spiders 咱们说过了 这个用法大家比较熟悉 但是本文中 你发现nor 前面根本没有否定句 整个第一段基本都是肯定的含义 就是nor 如果单独放在了句首 或者放在肯定句的后面 就前面没有出现否定句 在这个情况下 这nor 不翻译成也不 它是加强了否定的语气 直接翻译成绝不 一点也不 绝不 所以本文中翻译成绝不仅仅是那些 这个无知的愚昧的 没有受过良好教的人才迷信要名字 这是绝不 多看几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句子 海尔 is China's leading electric appliances manufacturer nor is this an accident 你看这个nor 前面是个肯定句 海尔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家用电器制造商 这绝不是偶然的事 力定是首屈一指的 最棒的 electric appliances 就是我们常说的家用电器 冰箱 洗衣机 叫electric appliances 顺便可以记住 manufacturer 就是制造商 这绝不是偶然的 不能翻译成也不 本文中前面没有否定句 也是翻译成绝不 绝不仅仅是那些无知的 还有没有生活良好教育的人 才对药瓶子有这样的信任 就这么样的迷信药瓶子 那像哈斯下面要举例子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作者下面举高级知识分子 他也是对药瓶子有令人可笑的一些盲信 咱们看第二句话 这个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屏幕 他说啊 这个要细分析语法呢 最前面这个it 还是个形式中语 这个事情是被讲述的 讲述的是谁 后面跟这个人就行了 然后那从句到句末 这是真正的主语了 是主语从句了 这个事是被讲述的 我们干脆背来这句型 it is recounted of somebody 后面再加主语从句描述 是什么事就行了 据说某人曾怎么样 好了 看主语从句内部 when he heard of the illness of his friend Henry Taylor 这是主语从句内部 签讨的一个时间状态从句 当他听说他的朋友 亨利泰勒得病的时候 当他听说了他的病 中文中把词形调整 当听说朋友 亨利泰勒得病的时候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主语从句里面的主观结构了 he went up 动身出发 immediate 立刻出发 去看望棚去 然后carrying到句末 明显是一个非味动词当伴随状语 看望朋友同时还怎么样呢 还带着 with him 随身带着 in his pocket 在他的口袋里带着 大家又看到carry 来自极物动词carry嘛 对不对 那么极物动词后面没有加冰语 先加了两个状语 一个是with him 一个是in his pocket 那很明显是冰语后置了吧 要不然没冰语就错了 带的是什么呢 你看 这个what引导的一直到继终 是个冰语从句 做这个carry的冰语 what remained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一瓶子剩下的药 什么剩下的药呢 这个画在括号里面呢 是牵套在我们这个 冰语从句内部的 一个后置定语 formally prescribed prescribed 是过去分子 就非为动词短语 当后置定语来修饰 这个一瓶子药 什么药呢 以前被开出来 治疗carry夫人的 一场小病的这么一个药 找到老婆的药没吃完 给朋友拿过去了 这个formally prescribed 后面加for也是对的 咱们讲过prescribe 有个搭配叫prescrib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为了治这个病 而开出什么药 这里面修饰那个药 它用被动 但后面借词不变 还是用for in disposition 就是小病 伸染贵样 有点小病 这个吃完药之后呢 剩下来 给它拿过去了 这个为什么取tomas carlyle呢 这是英国一个著名的 一个历史学家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 我们来看tomas carlyle 看看背景信息 British historian and assist whose major works include the french revolution 英国的历史学家 同时是散文家 他的主要著作 包含有三卷本的 法国大革命 这一看不是无知的 不是没有说过良好教育的人了 这是高级知识分子 但是他一样 会这么盲目的迷信药瓶子 后面这个剧情 我们可以把它记住 甚至里面个别词汇还能替换 it is recounted of somebody that 据说某人曾如何 里面这个recounted 可以换成it is related都行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早在第一课的时候 咱们就讲过 recount relate 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 讲述的意思 这个事情是被讲述的 讲述的是谁 叫of 再加人名字 后面再加这个事情 足以从举就好了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据说 孔子曾经谋求过官位 想当官的 据说你看去历史人物 可以用它 it is recounted of Confucius 咱们见过孔夫子 Confucius 音译过去的 那么说出什么事呢 he at one time 曾经 desired a governmental position 曾经想得到政府的那个位置 谋求过官位 确实他的鲁国 俗和官 这是这个据说 某人曾如何 那我们再用it related 来造个句子 句型一样 我们也在里面 足以从据里面 签讨一个 时间状以从据 据说 当年著名的这个凯塞大帝 在谈到他轻松 征服埃及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来了 我看到了 我胜利了 据说 it is related of Caesar that when speaking of the ease with which he subdued Egypt 用词非常正式 当怎么样 when speaking of 这省掉了 when he was speaking of 当他在谈到 he was被去掉了 为什么 他所在的句子的主干结构 他所在的句子的所谓主句 不就是这个 主语从据里的主干结构吗 因为他不是牵涛在 主语从据内部吗 主语是什么呢 主语是he 我们说 壮业从据主语 跟主干 主语统一 后面是必动词 那么he was 就去掉了 so when speaking of the ease 当谈到这个轻松的时候 什么轻松呢 with which he was subdued Egypt 就是he subdued Egypt with ease 轻松的 争奉了爱情 do something with ease 就像do something easily 用名词结构 过度比较正式一些 而且关系代词呢 应该放到 这个这个借词 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用的也是对的 这个subdued subdued 就是征服的意思 相对动作conquer 他为什么不用更为通俗的conquer呢 因为他知道后面要用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如果再用conquer就重了嘛 所以提前先换了一个词 因为后面的名言没法换 谈到他轻松征服爱奇的 注意啊 轻松的做模式 do something with ease 但如果比较舒服的 do something at ease 那我跟at搭配 这个位置搭配是对的 他使用了这么简洁的一句话 he made yousef the laconic saying make yousef 就像那个动词use 当然用名词结构比较正式一些 Laconic 就语言 文字经练 简洁的 使用了这么一段简洁的话 我来了 我看到了 我胜利了 怎么说我原文是 Vi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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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来了 我看到了 我翻成英语 是这么一个 据说某人从如何 你看这个剧情特别实用 拿过来就可以用 但是描述历史事件 在文章中举例子是常有的一个现象 我们剧情非常丰富 除了这个本文中的剧情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大家可以切剑的剧情 比如说 Legend has it at 剧传说 大家注意尽管是历史事件 但一定用现在是Legend has it 一定是一般现代史 我们再说这是是什么 这个严格来说 这个that是前面的it的东北语 Legend has it at 是什么 我们再慢慢再说 从文语从句 咱们崩怪是什么从句 剧情背下来就好了 你看我们看一个复杂点的剧子 据传说 战国时期伟大的世人屈原 在听说自己的故国被敌军入侵的时候 头蜜罗江自尽了 这个比较复杂的句子 咱们看看 其实也很好说 Legend has a net 然后不着急了 慢慢写了 屈原 屈原 这人是谁呢 同位语呗 A great poet 一个伟大的世人 在什么时候呢 Of the warring state spirit 在战国时期的伟大世人 咱们在第三册造句 还有过春秋时期 就是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春天和秋天的时间 那个春天的S 还有秋天的A 也要打写的 这是waring state spirit 就是战国时期 伟大神区 怎么样 就跳河自家 跳河自杀了 threw himself into the Mellor River 把自己往河里扔 就跳河自杀了 什么时候呢 When he heard 当他听说 his homeland had been invaded 他的故国被入侵的时候 悲愤之下 投降自己了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传说 这是指历史上的事 但我们还有一些 我们生活中的事 我们的 你听说了吗 现在有这么一个传言 有这么个谣传 你看跟他类似 叫rumor has it not 听说有这么一个消息 有这么个谣传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rumor has it 这个句型也可以说 比如说 rumor has it not she only married him for his money 据传说的女的 找这个男的 就是为了他的钱 对不对 你说这个 女人才28 那男的都82了 你说他都什么 那么尊重 那不一定 有人就喜欢老的 82了 182才好呢 就喜欢年纪大的 但是这是传说了 传说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rumor has it not 可以这么来说 那还有一个句型 跟他类似 就word has it 也是表示据说 就大家都在传 在传这个事了 那rumor呢 一般可以指 一些不太好的事 而word呢 就是重性词了 注意用单数啊 word has it 就据说 就大家都在说了 这个传说有这么一个事 我们再看一颗例子 word has it not John is going to keep a dog as a pet 据说约翰呢 打算要养一只狗 当宠物了 word has it not 就在据说 这几个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在文章中举例的是 尤其举历史上的 或者生活中的 发生了一件事实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的时候 这个句型可以参考 好 再回头听众人 据说呢 Tomas Keller这个人 怎么样 当他听说 他朋友 亨利泰勒的病的时候 其实就是当他听说 朋友得病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he went up immediately to visit him 他二话不说 直接马上去看完朋友了 这个wine up 就来自go off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叫做动身出发 去某地 不强调方式 go off go out set off set out start off start out 这三个意思是一样的 后面那个off都可以换了 out 都可以 这个在我们心肝点第三策 就讲过 动身出发 但不强调方式 不知道是走着去的 开车去的 打车去的 骑驢去的 怎么去都行 总之动身出发了 我们大声读一遍就好了 go off go out set off set out start off start out 动身出发 有这个意思 本文中就是他立刻动身出发 去看完朋友去 这个我们看一看第三策里边 指那个轮船动身出发了 也用的是他 三策第十颗 泰坦尼号的沉默 4 days after setting out while the Titanic was sailing across the icy wat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a huge iceberg was suddenly spotted by lookout 动身以后的四天 当太太宁的号正行在北大西洋 冰冷的海域上的时候 廖玩员突然间 发现一座巨大的冰山 set out 动身出发 好 本文中再回来 立刻去看朋友去 怎么去的呢 carrying 这是半岁状语 带着 with him 第一个状语 in his pocket 第二个状语 两个状语前置 因为病语太长 病语在哪儿 病语后面的病语送去 what remained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formally pre-described for an indisposition of Mrs. Carlyle 太长了 但是我们要看看 剩下的 这个结构可以背下来 what remained of something 表示剩下的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remain可以当 不级无动词来用 所以在这用主动 但如果剩下什么东西 还可以用动词leave 但leave是级无动词 所以用leave表示剩下的 如果用过去诗的话 得用what was left of 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注意 what remained of what was left of 把它背下来就行了 因为老外在讲话时 不用想是主动还是被动 为什么呢 它太熟了 都存在了低级中枢 条件反射就说出来了 我们干脆把搭配 直接背起来 放心用 又快又准 这个用被动的结构 我们在第三册就见过 咱们回顾一下 第三册的33课 形干简语语 第三册第33课里面 有这么一个片段 only two street dogs benefated from all this confusion for they greatly devoured what was left of the cake 仅仅有两只流浪狗 从这一大堆混乱状态中 得到好处了 因为它们贪婪地吞吃掉了 这个蛋糕剩下的部分 what was left of the cake 这个用的是完全正说的 用得好 好 哪个是主动 哪个是被动 把它放在一块去 再回到句中 what remained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再看后面后制定语 咱们说了 formally prescribed for an indisposition a Mrs. Carlyle's formally就过去了 在以前了 prescribe 用过去分词 因为它来自于 我们刚刚在词汇中说过这个答题 prescrib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第一个something是开出的药 第二个for 后面的something是病 本文中要修饰这个药 所以这个是被开出来的这个药 后面prescribe用被动 因为它修饰它的冰语 冰语现在是逻辑主语了 所以能被动 但后面还是用for for 后面跟病 什么病呢 an indisposition 就是a minor illness 一个小病 就是口袋的还装着一瓶 在他的妻子 在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吃剩下的一瓶药 这个下面就进一步说了 说这个人你看他多迷信 这个多迷信呢 看下面第三句话 他都不知道他老婆得什么病 也不知道他朋友得的什么病 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药 就给朋友拿过去了 咱们看看这个复杂的取识 Carlyle was entirely ignorant 哎呀这个句话比较长 但是整个的这个主干结构呢 这白颜色的可以看到主干结构了 咱们一点的分析 Carlyle was entirely ignorant of Carlyle完全都不知道 be ignorant of 固定搭配 就不知道某个东西 ignorant有贬义色的味道 他强调本来应该知道 结果却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呢 这个第一个 在逗号之前的 What引导的黄颜色的取识 当然是冰语从俱乐 所以这次of的冰语嘛 不知道什么呢 What bottle in his pocket contained 他口袋里的瓶子装的是什么 in his pocket的后置能语修是这个瓶子 口袋里的瓶子装的什么东西 他都不知道 of the nature of the illness 又出现个off 为什么冷不定出现off呢 这只能往前面就找了嘛 我们看前面那个off跟他并列 要不然off被他解释了 那说明他还是跟off并列的 省的是什么呢 整个都被省掉了 等于省掉的是 Carlyle was entirely ignorant 在这儿 of the nature of the illness 因为这句话并列啊 你看 一 二 nd 第三个并列啊 三句话并列嘛 对不对 并列之中重复的主语和卑语都被取掉了 也就卡尔尔完全不知道 这个病的性质 就是事实 到底是什么病 然后再加定义从句 from which his friends were suffering from insomnia 我有失眠症 是这么来说 还是注意借词放到关系带子前面去 而不要说 which his friend was suffering from 不好 from放到前面去比较正式 也不知道他的朋友 正在患的是什么病 and off 这奥文说了跟前面off一样 跟他并列到一块 也是 卡尔尔完全不知道 什么呢 再加病语从句 what had previously been wrong from with his wife 在这里得了某个病 应用的是be wrong with 得了病 刚才用suffer from 这也是表达的替换了 previously就是以前 你也不知道他以前呢 他的老婆得的是什么病 一问三不知 不知道什么药 不知道他朋友中了什么病 也不知道他媳妇中了什么病 但是转折连次but 引出并列的转折句 是并列关系 but a medicine 但一种药 什么药呢 后面加定义从句 that had worked so well in one form of illness 对一种类型的病 效果这么好的这个药 对吧 这是but引导并列句的 这个主语完了 然后后面问一动词呢 would surely be of equal benefit in another 当然对另外一种病 一定会有同样好的 这个好处呗 这个be of equal benefit 就相当于be equally beneficial 我们说be of加名词 相当于be动词加 形容词做表语 但是be of加名词 比较正式一些 那么对一种病 效果这么好的药 对另外一种形式的病 一定会有同样好的效果咯 好 这句话又完了 and引出另外一个病的句 and comforted by the thought of the help he was bringing to his friend 整个这个谎言词的 明显在这儿 是一个过去分词短语 当原因状语 那么就是comforted 他的逻辑主义 当然是主就主义he了 就是color嘛 那么一想到 他给他的朋友 正在带过去的帮助 这个he was bringing to his friend 当然是定语从去修饰这个help 相当于which he was bringing to his friend 被想调的关系代词which 在定语从里面 充当bring的病语嘛 对吧 那么想到了 他给朋友带去的这个帮助 他觉得很欣慰 committer是感觉很欣慰的 于是乎他匆匆忙忙向亨利太拉家走去 hasten to some place 就匆忙的快步走去 哎呀终于分析完了 这是五星级的一个复杂句子 下面还得钻研里面一些细节 把一些小细节夯实 首先第一个 无知不知道 be ignorant of 或者是be ignorant about something 对某事不知道 无知 用of用about两个都行 那么在本文中用的是of 但我们说了这个ignorant 跟我们一般那个unconscious anywhere 还不太一样 那两个词呢 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但这个词有感情色彩 他强调 应该知道 结果却不知道 这个词是有贬义味道的 对不对 你给朋友拿过去药 都不知道是什么药 你就给人吃 那如果避孕药呢 大老爷们吃完之后 那会出问题了 对不对 你看看是什么药 这是应该知道 却不知道 后面那个省略 我们再看一看 Karlene was entirely ignorant of what the body is but contained 第二个句子并列 省略的是 Karlene was entirely ignorant of 只剩下of了 第三个也是 And Carlene was entirely ignorant of 只剩下off了 这又是小知识复习 我们说并列句中 重复的主语谓语可以去掉 但有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重复的谓语 是借词借书的 那么我们省略主语可以 省略谓语的中心词可以 但留下最后这个借词 这是一个规矩 这个省略是要注意 英语中不能胡省乱省 这个知识早在三册的 第27课就讲过 就是不买也不卖这个书 咱们再看一下 It has been said that Everyone lived by selling something 据说每一个人都靠卖东西为生 In the light of this statement 鉴于这种说法 Teachers像我这种人 Lid by selling knowledge 老师是靠卖知识为生 Philosophers by selling wisdom 省略的是live 但留下去失败了 注意到了吗 And priests by selling spiritual comfort 哲学家靠卖智慧为生 牧师神父靠出卖精神安慰为生 但是都留下了by 重复位语可以去掉 但最后那个戒词就留下 我们再看看四次中还有 在四次的第33课 未来会有讲到 195页第8行中间 195页的第8行中间 你看看 这个句子省略得更彻底了 We would lay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我们将不那么重视 不那么强调事实和数据了 Lay stress on 叫重视强调这个东西 And more on a good memory 更强调好的记性来 And只剩下一个more和on 这more没法省略 因为跟上面不一样 上面是less还是more 但你发现这动词lay没了 后面的stress没了 但后面这次on留下了 更强调好的记性 On apply psychology 更强调应用心理学了 这个lay more stress都没了 因为lay和stress有了 more上一句话也有了 就是更加重视应用心理学了 And on the capacity of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那么还更加强调什么呢 一个人能够跟他的同胞 融洽相处的能力 也没有学习成绩单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下 那情商写得更重要了 lay more stress都没了 只剩下棋散 我们看在这个省略 又是非常非常有舒服力 有代表性的一句话 我们再看一个更长的句子 就是前中书先生在围城中 这个片段 咱们应该见过 再看一看 For in a university science majors look down on humanity majors 因为在大学里面 理科生 乔布奇文科生 乔布奇用的是 look down on 用的是对的 humanities 人文学科 major表示 学某个专业的学生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on chinese majors 外文系的 乔布奇中文系的 也注意只剩下on look down去掉 但留下其次on chinese majors on philosophy majors 中文系的 乔布奇哲学系的 philosophy majors on sociology majors 那么主义系的 又瞧不起社会学系的 又只剩下on look down没了 and sociology majors on education majors 社会学系的 又瞧不起教育系的 这个大鱼吃小鱼 这种 on留下 look down没了 因为教育系的 没有什么人 可以去鄙视了 他们只好鄙视 自己系的教授 这个鄙视 在前面用了 look down on 后面 despise 这句话中出现了替换 前面几个等于是排比 我们说排比句中 重复的未语动词可以去掉 但注意借词留下 留下最后那个借词就好了 本文中跟他是一样的 大家在写句子时 要精烈 要简洁不要啰嗦 但不能简洁过多 注意 并列的未语动词 借词结束 留下借词 那么不知道他朋友得的是什么病 也不知道他老婆以前患的是什么病 一问三不知 为什么敢把药拿过去呢 他的逻辑是 但是对一种类型的病 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 这个work 在这表示 有某种效果 这也是咱们前面讲过的事实 work表示 have a particular effect 有某种效果 比如说我们看历史 the strategy seems to be working 这个策略 看似起效 看似有效果 在面试时批评你以前的老板 对你有不利的效果 这个work表示有某种效果 work so well 就效果这么好了 我要说副词嘛 对一种类型的病效果这么好的药 one form of illness 一种类型的病嘛 would surely be of equal benefit 一定会有同样的好处啊 in another 就是in another form of illness 对另外一种类型的病 一样会有同样的效果 这个be of加名词 相当于be加形容词 多数情况下可以做这个转换 be of equal benefit 是不是相当于be equally beneficial 但改过这个意思一样 就不如原文中的正式 be of加名词 显得更为正式一些 be of importance 就被be important 要正式一些 这个对一种类型的病 效果这么好的药 对另外一种病 一定会有同样的效果咯 其实你看都是有效有效 前面的work so well 跟be of equal benefit 其实是个替换 表达也是个替换 替换得非常彻底 你不信咱们看 有一道直而易的 这个写作的范文里面 也出现了这个片段 这是李老师在 讲直而易写作这堂课 大家能搜到我的这本课 我在心动方也教直而易所文 那边有一篇 R过里面范文的片段 就出现这个了 在这里老师借鉴的 就是咱们新课念四册的 第28课里面 他这么说 你看这个市长的这个推论 什么推论呢 这个新的市政高尔夫球场 和度假旅馆 怎么样呢 我们家对于从旧 对Ocean View 在去年效果这么好的 这个高尔夫球场 和度假旅馆 怎么样呢 Will surely be of equal benefit in the future 在未来 也一定会有 同样好的效果 你看这划线部分 明显是从本文中 考试下来的 这算抄袭吗 这不是抄袭 这是借鉴 拿来片段 是可以借鉴的 也没有雷同的风险 基于这么一个很差劲的假设 假设什么呢 他一定假设这两年中 所有的条件状况 什么条件状况 就是他们的有效性 所基于的条件状况 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这个是我们说了 这是一个漏洞 叫过去推进来 两年前的方法 到了今天 没不管用 而本文中 你看 这个搭配 我们在这一切建设后 马上替换特别彻底 好 再回到剧中 看最后 And comforted by the thought of the hell He was bringing to his friend 一想到给朋友带来的帮助 他觉得很欣慰 Comfort过去分辞 逻辑主语就是he 因为后面那个he hassen 就he 他匆匆忙忙 向亨利泰勒家走去 hassen to 叫匆忙地去某地方 当然这后面就没有下文了 至于他朋友是不是吃了药 历史没有说 但做的推断 很可能是这样的 你看下句话 他这么说 History does not relate whether his friend accepted his medical help but in all probability he did 历史上并没有relate 就是我们在第二段 第二句话里面出现的recount 不又出现个 it recounted of relate就是recount 这也是个替换 历史并没有说 并没有讲述 黄颜色 当然是避雨从一来 是否的朋友 接受了他医疗上的帮助 就是是否吃了药 but引出病例句 in all probability 固定搭配就很可能 但很可能 he did he accepted his medical help 他接受了医药帮助 也就是他 he took the medicine 他确实把这药吃了 对不对 他一看 哎呀 一看是避孕药 但是老朋友这么大人 要跑大浪远跑一趟 不吃不好意思 干脆吃了吧 很有可能他这么做了 这里面有好多一些表达 值得咱们去钻研 比如说这个 尤其看一看 in all probability 其实就类似我们说的 very probably 很有可能如何如何 但是因为in all probability 这个表达比较正式一些 咱们以后记住 in all加抽象名词 可以相当于这个名词的副词形式 表示非常什么什么地 多记几个呗 in all probability 相当于very probably 用锁边这个 在书面中更合适 还有in all likelihood 同一词也是很可能 相当于very likely 很有可能地 再比如说非常诚实地 我们一般会说very honestly 但我们可以用in all honesty 非常诚实地 再比如说非常坦诚地 in all frankness 相当于very frankly 非常严肃地 in all seriousness 相当于very seriously 非常严肃地 再比如说非常真诚地 in all sincerity 相当于very sincerely 你看非常好记 非常迫切地 in all eagerness 相当于very eagerly 非常迫切地 我们用in all加名词 见过之后再写 看过以后再说 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是非常如何如何 咱们再看一看 在44课里面 再次出现这个答案 就是257月的第11号 257月第11号 听得怎么说 John Dewey has said in all seriousness the part played by the custom in shaping the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 as against any way in which he can affect treative custom is 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vocabulary of his mother tongue against those words of his own baby talk that are taken up into the vernacular of his family 这个句子 在前面咱们讲过 现在重点看 在那个非常严肃的 约翰·多威曾经说 是非常严肃地说 这是壮语的 说什么呢 就是壮语前置 说明避语后置了 that从句 做sat的避语 它能够对传统风俗 任何方面的影响相比 as against 与什么相比了 就好像是 它母语的全部词量 again还是 与什么比了 与 它在英文人压压学语时 被爸爸妈妈妈 接受的那几个词 家庭的方言里面 接受进来的词 相比一样 就是这个 前者比后者大的说 对风俗 对人的影响极大 人对风俗的影响 和增补 是微乎其微的 in all seriousness 非常严肃地 就不是开玩笑了 正经八本的这么一个说 这是这么个例子 好 下面我们再多看 几个更精彩的例子 下面我们看 在电影中的一些片段 也用了这个 in all 加抽象名词的这个用法 就是有一部美国的电影 叫一院清单 这个在老师的博客里面有推荐 咱们看看里面 有些片段也出现了 咱们看它是怎么说的 好 先听一遍 大概是怎么说的 尤其是 Dear Edward I've gone back and forth the last few days trying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I should even write this in the end I realized I would regret it if I didn't so here goes I know the last time we saw each other we weren't exactly hitting the sweetest notes certainly wasn't the way I wanted the trip to end I suppose I'm responsible and for that I'm sorry but in all honesty if I had the chance I'd do it again 这是两个病友啊 在得病之后呢 在一个病房相遇了 两人都是绝症 得癌症了 这个刚才华白因 读着写着梦信的人呢 是一个比较穷的黑人 在画面中 这个白人呢 就是这个 Jack Nicholson 扮演这白人呢 是个大款 两人成朋友了 就是我们要 临死以前 周游全世界 那个白人说 我给你掏钱 然后呢 这个 黑黑人呢 为了感激他 就知道这个 白人呢 当年跟他的 女儿闹翻了 显得故意安排司机啊 把那个车 开到他女儿家门口 说你跟你女儿 重归于好 那么在临死以前呢 聊了你这个心愿 后来这个 很不高兴 这个Jack Nicholson 扮演的人 很不高兴 说我的家务事 不要你管 后来因为这个事 两个人闹掰了 后来这个黑人呢 又要动二次手术 他知道 这手术很危险了 于是呢 动手之前 给他这朋友 写了这一封信 你看他心里怎么说 Dear Edward 亲爱的爱德华 I've gone back and forth the last few days when they decide whether or not I should even write this 我之前一直犹豫啊 最近这一天呢 都是试图决定啊 是不是应该给你写 这封信 都拿不太准主意 这个拿不太准主意 go back and forth 这固定搭配 叫做犹豫 go back and forth doing something 做模式很犹豫了 就是要试图 要决定 是不是应该 去写这封信 in the end I realize I would regret it if I didn't 到最后 我明白了 如果不写的话 我会很遗憾的 so here goes go 就内容如下了 所以呢 这本信就开始了 内容如下 I know the last time we saw each other we weren't exactly hitting the sweetest notes 我知道 在最后一次 我们两个人 彼此相见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人 可谓是不欢而散 这用的搭配叫 没有弹奏出 最甜蜜的音符 这个note本来可以表示 音符或者钢琴的琴键 没有做出和谐的声音 就两个人闹 闹离析了 打起来了 没有弹奏出最甜蜜的音乐 就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后面说呢 他说 It certainly wasn't the way I wanted our trip to end 当然我不希望我们的旅行 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结束 I suppose I'm responsible and for that I'm sorry 我想呢 我应该负责 对此我表示抱歉 对不起 But in honesty 但是很诚实跟你说 If I had a chance I would do it again 如果我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会再次这么做的 In honesty 叫非常诚实的 这是在书信之中 用这个in all 加抽象名词 比较庄重的用法 是很适合的 咱们在协作中 也可以参考 我们把这片段呢 再听一遍 Dear Edward I've gone back and forth The last few days Trying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I should even write this In the end I realized I would regret it If I didn't So here goes I know the last time We saw each other We weren't exactly Hitting the sweetest notes Certain wasn't the way I wanted the trip to end I suppose I suppose I'm responsible And for that I'm sorry But in all honesty If I had the chance I'd do it again 好 后来这个黑人 确实因为手术 没有挺过去 死了 后来在他追悼会上 这个白人 又用了in all honesty 这个表达 因为他追悼会发言 是庄重场合 仅仅用水说的 依然表达比较正式 咱们看这片段 他是怎么说的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Edward Cole I don't know what most people say These occasions Because in all honesty I've tried to avoid them 咱们看他怎么说 他说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Edward Cole 他说大家下午好 我的名字叫艾德华克尔 I do not know what most people say On this occasions 我不知道大多数人 在这种场合 该怎么说 就是在葬礼这个场合了 Because in all honesty I've tried to avoid them 因为非常诚实跟他在说 我一般是避免 出席这样的场合 一般葬礼我不参加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必须得来了 是这么个意思 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咱们看第二遍 能不能听得更清楚 Good afternoon I don't know what most people say These occasions Because in all honesty I 这个比较庄重的用法 就因用all加上抽象名词 表示非常的如何如何 这些结构可以同时记住 那历史没有说 他朋友是否接受了他的帮助 但很有可能呢 他确实把这个药吃了 接受了帮助了 好 咱们看最后一句话 看屏幕 他进不解释 为什么老百姓都愿意吃药 这句话还比较重要 他说这个吃药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啊 Advantage 什么什么都好处 后面加接受of 这个of taking medicine 是后制能语修饰这个advantage 吃药的一个大的好处 是什么呢 that开始 一直到这个taste 这结束 这当然是表语从俱来 是什么呢 是it就吃药了 it指take medicine 吃药makes no demands on the taker 对于这个吃药的人 没有什么要求了 这个taker就指这个吃药的人吗 吃药不是take medicine吗 除了beyond 除了这个要求了 哪个要求呢 that代替前面的demand 对吧 哪个要求呢 putting up for a moment with a disgusting taste 除了暂时容忍一下 令人作呃的这个味道之外呢 没有更高的一些要求了 吃药方便吗 就一捏鼻子就下去了 这个put up 应该是跟with搭配 put up with是容忍的意思 固定搭配 但为什么先说for a moment呢 因为相对来说for a moment 比较短 而with a disgusting taste相对长 又改变语序了 正常语序应该是putting up with a disgusting taste for a moment 但这么显得投入绞性了 所以我们写作中也是这么参考的 改变语序嘛 必然投入绞性嘛 and 病人连此引出第二个病人去 and that is 那就是 这是我们所有的病人对医生的要求了 这个what还是引导 在破诊号之前的这个 还是引导表语送局 这就是所有的病人对医生的要求了 这个对某人要求什么东西 demand something of somebody 向某人要求某事 demand后面的病语就是前面的what demand something of somebody 向某人要求某东西 一会儿这大会怎么会讲 那么所有病人对医生要求是什么呢 破诊号后面这个动词不定是 to be cured and no inconvenience to themselves 这个动词不定是 是做前面那个表语从具 what引导表语从具的同位语 所有病人对医生要求是什么呢 病要治好 同时呢 不能太麻烦 语法成分 在这我们看清了 下面一些细节 咱们可以看一看 首先一个 除了做某事外 没有其他的更多要求 这个结构可拿来看一看 就说make no demands on somebody beyond that of doing something 除了做某事之外 对某人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了 这个大费拿过来可以用 咱看几个句子 比如说 爸爸的有的说 除了好好学习之外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了 对不对 你只好学习嘛 你干什么都行 I make no demands on you beyond that of studying hard 可以这么说 那么老婆对老公说 除了让你戒烟之外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了 你去包二奶都行 对不对 但不能抽烟 I make no demands on you beyond that of quitting smoking 除了戒烟之外 没有什么要求了 那老婆对老公说了 除了别对我唠叨之外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了 对门唠叨 咱们三次讲 就nag at somebody 你看 I make no demands on you beyond that of not nagging at me 不要再对我唠叨之外 别无所有 别无所有 更多的一些要求了 这个答案可以记住 make no demand on somebody beyond that of doing something 就好了 再看后面 and that is what all patient demand of the doctor 这还得注意 这答案要不会的话 还真写不出来 叫什么呢 demand something of somebody 向某人要求某事 向某人注意后面说of somebody 这这次很奇怪 那叫of 没有办法固定搭配 语言习惯背下来就好了 看一个例子 He demands little of others but a lot of himself 他对别人要求的甚少 对自己要求的甚多 这就是雷锋的精神 对吧 对某人要求得到某个东西 这个可以把它顺便 把它同时记住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直而易的一道阅读真题中 直而易的一个阅读真题中的片子 也出现这个demand这个搭配了 咱们看这个更复杂 这个怎么说 perhaps some scientists thought migrants determine their geographic position on earth by celestial navigation almost as human navigators use stars and planets but this would demand of the animals a fantastic map sense 这直而易的一道阅读真题 比较难理解 咱从头看 可能啊 有些科学家认为 这是插入语了 对吧 说migrants 我们在第一个的见课 可以表示 千禧的动物或候鸟 在这翻译候鸟来 这个候鸟决定他们的 在地球上的地理的位置 就它在大海上飞 你怎么知道 前后走飞到哪儿了呢 geographic position 地理位置 通过什么呢 通过天体来导航 celestial表示天上的 天空中的天体的 navigator导航了 好像呢 就如同人类的导航员 navigator 用恒星和行星来导航是一样的 但是注意后面 this would demand of the animals a fantastic map sense 这可能对这个 要求这个动物啊 它都有非常棒的地图感 这个才行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假说了 科学家没有能证实 注意demand 为什么先叫of the animals呢 本来是demand something of somebody 本分钟是somebody 就是动物呗 对吧 正常语气是什么呢 当然是demand a fantastic map sense of the animals 你看 把这个轻松看懂的话 词法和句法 知识缺一不可 你不知道句法 这个状语前置 因为这of the animals 是借识的 是状语 往方前置的 demand 后的冰语 a fantastic map sense 是后置了 这个你看不懂了 但你只有句法 知识不会demand something of somebody 这固定搭配 还是看不懂 所以语法 句法 词法 逻辑 缺一不可 基本功 得打得特别词 才行 所以大家看到 懂 明白不行 得会 明白跟会 差什么 差重复 差复习了 所以一定得好好复习 好 铺道后面 to be cured at no inconvenience to themselves 并用之好 但是不能太麻烦 convenience和inconvenience 一般都是跟这次at 搭配的 我们再复习 at one's convenience 在某人方面的时候 at one's earliest convenience 在某人最早的方面的时候 就尽快做模式 也是用at这个搭配 病药治好 还不能太麻烦 所以大家都爱吃药 那么医生给病人开药呢 能迅速把病人打不走 所以呢 为什么在当代 我们还是这么迷信 药瓶子 二十八个病人和医生 也是个重点的课文 里面出现了大量的固定搭配 习语 一些句式 还包括一些什么 该怎么举例子的一些句型 希望大家牢牢复习 好好复习好了之后 把这些搭配 记下来 背下来 有条件的话 有时间的话 咱们尝试用它造几个句子 在生活中用一用 每天用这些句型 记记日记 学艺之用 这样的话 记忆才比较扎实 否则的话 看过一遍 走马关 看过一遍 两天就忘了 反复收看 直到过目成颂 不一定非得背课文 以把老师总结的 精彩搭配 知识点 记住 精彩搭配 背下来 就好了 背句子是死的 背句型 背搭配是活的 而且我们最好 生活中把它拥有 好 二十八个重点课文 跟老师学在这 谢谢大家